《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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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晚上好 《總編集時間》歡迎您收看 我是杜萍 2020年中國是疫情中 唯一實現經濟增長的 主要經濟體 目前國際上大部分的機構 也繼續看好 中國經濟的發展趨勢 預測2021年 中國的經濟增速 將超過8% 中國經濟增長的背後 離不開縣級式的推動 資料顯示 當前我國 有超過2800個 縣級區化單位 其中許多縣的人口 都超過了100萬 而這些縣的佼佼者 在2020年 都交出了亮麗的成績單 據8號的最新書裡 中國共有38個縣市的GDP 突破了1000億元的大關 其中 享有中國第一線美域的 昆山縣 在2020年 創造了超過4000億元的GDP總量 就國際總體水平來看 全球195個國家中 僅有72個國家的GDP 超過這一水平 也就是說 去年昆山縣GDP 超過了全球63%的國家 在現域經濟發展之下 中國經濟也有望 踏上新的台階 好 這個是關於到 中國經濟發展的 基本的一個趨勢 縣級城市 在經濟增長當中 發揮的非常重要作用 像昆山縣應該可以說 是富可敵國 但是在整體上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另外一方面 最近這兩天 我也看到有關的報導和預測 有的經濟學家預測 說經濟增長 中國整體上今年會達到8.2%至少 然後就是在中美這個差距方面 中國的GDP總量 GDP的總量應該可以說 減少跟美國的差距了 也就是縮短跟美國差距 差不多會補上3萬億左右 反正大家本經濟學家 這麼預測的 也就是說中美之間的差距 會越來越小 而且今年可能會在這方面 體現得比較突出 但願如此了 我們看最後發展的情況了 好 今天的主要的新聞 是在中國和東盟國家之間的關係 中國國務委員 兼外交部長王毅 8號在重慶分別會見了 緬甸外長溫娜茂倫 泰國副總理兼外長敦 越南外長裴欽山 以及錢普塞副首相兼外交大臣 布拉索坤 王毅在重慶會見來華工作訪問的 緬甸外長溫娜茂倫 王毅表示 8號下逢是中緬尖交71周年紀念日 兩國人民同舟攻擊守望相助 他強調 中國對緬友好政策 不受緬內外形式變化影響 始終面向全體緬甸人民 中方過去 現在和將來 都支持緬甸自主選擇 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 我們願意同緬方 在兩國共同倡導的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指引之下 那麼 繼續推動中緬的 和平共同體的建設不斷地向前發展 那麼造福我們兩國和兩國的人民 那麼也為維護地區的和平穩定 做出我們兩國的努力 溫娜茂倫介紹了緬甸國內局勢 表示緬方致力維護國家穩定和社會安寧 在場中方支持緬甸國內和平和解進程 願就此從中方保持溝通 王毅當天會見 泰國副總理兼外長敦 王毅表示 中泰是親如一家的好兄弟 兩國攜手抗擊新冠疫情 共同應對百年變局 中泰合作前景廣闊 中方願同泰方一道 繼續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 為兩國和地區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 敦就感謝中方為泰國抗擊疫情 提供寶貴支持和真誠幫助 泰方讚賞中方對全球公共衛生事業所作貢獻 期待與中國企業開展疫苗生產合作 共建健康絲綢之路 王毅斌會見了越南外長裴青山 王毅表示 當前中越關係保持健康穩定發展勢頭 今年前四個月 中越雙邊貿易額突破700億美元 同比增速超過40% 充分表明兩國經貿合作的巨大潛力 體現了兩國牧林關係的高水平 王毅在重慶並會見了來華工作訪問的 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坤 王毅表示 中簡是全天候鐵桿朋友和親密夥伴 兩國攜手抗擊新冠疫情 推動各領域交往合作高水平發展 布拉索坤表示 檢方感謝中方為應對疫情 能和推動經濟復蘇給予的大力幫助 希望同中方繼續攜手抗疫 深化農業 教育 技術設施等領域合作 加快推進減中自貿區建設 高質量共建 一帶一路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另外就是東盟建立對話關係 恭喜30周年特別外展會和藍媒合作 第六次外展會在重慶舉行 8號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 在接受本台獨家採訪的時候表示 接下來中國將會把東盟國家 作為抗擊疫情援助的重點地區 王毅在談及這兩天的多場雙邊會晤時 表示有朋自遠方來 中國與東盟各國是友好聯邦 當務之急是加強醫療領域合作 控制疫情 都是我們的聯邦 所以我們談得都很融洽 很友好 重點都是聚焦我們的合作 當務之急是抗擊疫情 我們會把周邊國家 特別是東盟國家 作為我們提供抗議援助的重點地區 而針對目前緬甸緊張局勢 王毅表示中方支持東盟 為妥善處理緬甸國內問題 發揮建設性作用 支持在東盟框架下 逐步落實五點共識 我們聽取了緬甸朋友們的介紹 那麼重申了我們的一些基本的主張 我們昨天還在會議上談到了五個共同 中國和東盟 我們也一起來 在堅持不干涉內政 這麼一個基本的國際關係準則的前提之下 那麼為幫助緬甸解決好國內問題 發揮建設性的作用 同盈江水的情緣 加上地緣相近 文化相通 使得藍煤國家有著非常深厚的合作基礎 在過去的五年當中 藍煤合作機制其實為地區安全穩定 提供了很大的幫助 而在接下來一個五年 也許可能會有更加豐碩的合作成果 鳳凰衛視高一家 葛靜重慶報導 最近這幾個月大家都可以看得出來 中國和東盟之間的接觸非常多 特別是王毅外長跟東盟國家的外長 已經見過好幾次了 特別是在阿拉斯加的中美會談之後 你看王毅外長在福建 見了四位來自東盟國家的外長 然後這次又在重慶舉行會議的時候 又見了那麼多的東盟國家外長 這說明什麼問題 這說明說東盟和中國之間的關係 應該可以說是越來越好 雖然在各別國家之間跟中國 可能有不同的一些分歧 或者有其他的一些有徵性的東西 但是這些並沒有影響到 雙邊和多邊之間的合作的關係 我想在這個時候 中國和東盟之間的關係是非常重要 因為現在這個世界非常亂 特別是美國主導的所謂的四國聯盟 或者是四國對話機制 事實上要把整個的亞太地區會搞亂 這次在重慶舉行這樣的會議 中國和東盟國家的外長都見面了 而且都表現得非常好 大家可以從他們的行動姿態可以看得出來 身體語言都可以表明了這一點 就可以說明就是說 雙方之間的合作的關係 應該會更加地深入 特別在當前的疫情情況之下 一些東盟國家都特別需要外來的幫助 那麼在中國這方面的話 應該有能力更加有意願 來給他們提供各方面的一些支持和援助 所以像王毅外長已經講到的 就是在抗擊疫情方面 東南亞國家是中國援助的重點的地區 那麼大家也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在現在這個時候 拜登政府 美國的拜登政府 現在比較著重於跟盟國發展關係 除了跟日本 韓國之外 其實明天開始要訪問歐洲的一些國家 跟一些盟友 要尋求對付中國的一個戰略 希望在這方面能夠達成一個共識 集體的來對抗中國 但是在這個時候 我覺得中國趁這個機會 必須把中國跟東南亞國家之間的關係 要鞏固得更加牢固 這樣的話就會避免美國在當中 再挑撥離間 不會因為一些有分歧的一些問題 而導致中國和東盟國家的雙邊關係 和多邊關係出現新的一些問題 所以在這個時候 中國確實在下大功夫 而且我相信在未來一段時間裡面 東南亞國家 東盟 將會與中國發展周邊外交 一個非常重要的方向 只要穩住東南亞國家 東亞國家 我想中國的外交 不管受到來自哪個方面的一些壓力和挑戰 我覺得都會能夠沉著應付和應對 下面就是涉及到 美國和北約之間的關係 剛才我提到的 就是拜登即將訪問歐洲 那麼北約的秘書長斯托恩·貝格 7號就在美國五角大陸 會見了美國的國防部長 他指出北約同盟友國家之間 必須要共同地應對中國崛起 以及俄羅斯強勢的行為 在6月14號北約峰會召開前 斯托爾·騰貝格7號訪問華盛頓 他在五角大樓與美國國防部長 奧斯汀會晤時 特別提到了中國與俄羅斯構成的挑戰 他指出全球力量平衡正在被打破 奧斯汀表示 美國致力於保持北約同盟的威懾力 以及戰備狀態 支持北約2030年倡議 把過去沒有考慮到的新威脅納入考量 斯托爾·騰貝格當天還前往白宮 與美國總統拜登會晤 為下週將召開的北約峰會進行準備 有專家指出 北約國家希望拜登的首次訪問 能夠重振美國與北約的關係 鳳凰衛視王兵如王天翼華盛頓報導 那麼另外一方面 美國總統拜登和俄羅斯總統普京 第16號在日內瓦會晤 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里文7號強調 說拜登下週將在和盟友 密集磋商的情況之下 在盟友的支持之下 來和普京進行會晤 白宮7號表示 拜登將在七國集團領導人峰會 北約以及美歐峰會上 與盟友進行密集磋商後 在瑞士日內瓦同普京會晤 因此他將在盟友的支持下 和普京會晤 有任何擁有任何擁有 任何擁有任何擁有 尤其是因為困難的關係 但跟普京這次的情況 這次是超過的情況 他有非常個人的風格 所以這次是重要 拜登的能夠坐下 臉面面 我們在哪裡 他在哪裡 他在哪裡 我們在哪裡 我們在美國的利益 做出發展 烏克蘭總統 澤連斯基 以公開對美俄峰會 以及北溪2號天人機管道 表達了擔憂 拜登7號 與澤連斯基通話 並向他發出了 今年夏天訪問白宮的邀請 拜登政府上個月宣布 不會就北溪2號管道 懲罰德國公司 這讓烏克蘭以及華盛頓的 許多兩黨議員 感到失望 北溪2號項目完成後 俄羅斯可以繞過烏克蘭 向德國及歐洲其他國家 輸送天然氣 鳳凰衛視王又又 陳寅秋華盛頓報導 好 美國總統拜登 將在明天啟程前往歐洲 在歐洲待七天時間 去三個地方 一個是英國了 英國除了訪問英國之外 還要主要的是出席七國集團的峰會 然後再前往布魯薩爾 就參加北約的峰會 然後接著就跟歐盟領導人 舉行峰會 最後16號到瑞士日內瓦會見普京 七天時間裡面 這個事情非常的緊張 而且關鍵是什麼 就是拜登因為第一次出訪 所以帶著一個非常雄心勃勃的 這個心態到歐洲去 要做什麼大事情呢 當然就是除了 除了美國和歐洲一些國家的 之間的雙邊的關係 和歐盟之間的關係之外 我想它可能一個很大的 一個外交的戰略的目標 就是能夠鎖使它的盟國 共同地制定一個 應對中國的戰略 應對俄羅斯戰略 這是它最首要的目的 因為它在這個問題上 已經說了好多次了 所謂的就是用民主政治來對抗 所謂的威權政治嘛 這是它這個長期以來 一直在說的話 非常具有這個意識形態的色彩 能不能做到這個 我覺得呢 就首先要看這個歐盟國家 北約國家 當然特別是歐盟國家 是不是還繼續相信美國 在拜登之前的特朗普 已經把歐洲國家已經搞怕了 就是不太看輕易地相信美國了 雖然都是盟友 雖然也是不斷地聲稱說 要加強大鄉兩岸之間的關係 但是呢 對美國的所作所為 或者特別是霸道作風 其實歐洲很多國家就看不慣 在七國集團裡面 當然美國是老大 它是控制七國集團的 在某些問題上能夠達成共識 但是在歐盟 在北約 我想可能就不是那麼容易了 特別是歐盟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分歧太多 利益的分歧比較多 特別是包括比如說涉及到 雙方之間在什麼時候 把特朗普所制定的那些 對歐盟的政策能不能取消掉 拜登到現在為止沒有同意 還沒有取消 特別是涉及到歐洲的鋼鐵 鋁產品的高關稅的問題 特別涉及到這個 比如說波音公司 跟歐洲空客之間的關係 還有涉及到比如說是 科技之間的競爭 歐洲國家其實也害怕美國 在這個科技方面 要壟斷 因為在資金方面 當然不如美國 在進行科研嘛 另外還有最近發生的一些醜聞 涉及到美國監聽 歐洲國家的主要領導人 之間的電話 包括它的通信等等 這一系列的問題 它不是可以通過 一個所謂的共同的價值觀 或者共同的意識形態 能夠解決的 解決不了 這是個利益的紛爭 這是個利益的問題 而且歐洲國家現在自利意識 自主意識也越來越強 北約國家也不見得 能夠繼續的像過去那樣 聽從美國的指揮 歐盟國家他們在外交上 戰略上 利益上 也有他們自己的一些訴求 那麼如果美國 就是只顧自己的利益 只顧自己的戰略目標 希望把自己的戰略目標 強加給歐洲國家的話 反而現在過去曾經有一段時間 能夠得心如意 但現在應該是不可能的 不只是說因為美國的力量 現在在下降 而更是因為美國的政治 現在很亂 拜登還有幾年時間 能夠把所有的保德 壓在拜登身上 我想應該不太會的 所以就是在半信半疑當中 可能要接待 用這種方式來接待拜登政府 要看他怎麼說 看他怎麼做 好 下面請看一下 鳳凰衛視記者報導的 其他的重要標題新聞 休息一下再回到總面積時間 我們稍後再會 一起把他力量の四道堅填 在那边就說 皆さん他自己撕開 就是那天做樓編 我要拜登 然後3 strony 那些大門 歡迎回到總編輯時間 我是杜萍 針對中國近日審議 《反外國制裁法》草案 對抗外國政府所施加的制裁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8號回應 稱此舉是以其人之道 緩止其人之身 為了堅決維護國家主權 尊嚴和核心利益 反對西方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 今年以來 中國政府已多次宣佈 對有關國家的實體和個人 實施相應反制措施 即以其人之道還至其人之身 趙立堅表示 今年全國兩會前後 一些全國人大代表 全國政協委員和社會各界人士 提出意見建議 認為國家有必要 制定一部專門的反外國制裁法 為中國依法反制外國歧視性措施 提供有利的法治支撐和保障 關於全國人大常委會 但顧名思義它是反外國制裁 換句話說 不是我們國家先發制人去制裁人 但如果有人要用這些行為 當然國家也要有所應對 所謂以其人之道還至其人之身 所以我認為任何維護國家主權 尊嚴和核心利益的中國人 都應該有這種義憤填空的立場 好 這個事情是在全國人大常委會 正在討論當中 估計在本星期之內 應該可以通過這個反外國制裁法 這個事情說實話 就像趙立堅已經講到了 就是到現在為止的今年去年 就相繼地對外國或者其他國家 對中國所實行的制裁 進行了反制裁 這個是毫無疑問的 這是維護自己本國的主權 和尊嚴和利益 那麼現在這立法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說立法之前照樣制裁 立法之後照樣制裁 那不同的地方在什麼地方 不同的地方就在於 首先法律依據 第二個就是法律是個紅線 就是外國在考慮 對中國進行制裁的時候 它必須要考慮到 中國肯定會進行反擊 就是說你的武器已經放在那地方 那沒有武器亮在那地方 感覺還是不一樣的 第三個就是說有這個法律紅線 你說這個外國制裁中國的時候 它肯定會自動的啟動 反制裁的這種程序 採取反制裁的行動 所以感覺還是不一樣的 但關鍵的就是 以法律的形式來規定 說明就是說 中國將來對其他國家 所採取的反制行動 它不只是行政上的命令 不只是行動上的決定 也不只是外交上的 這個採取的行動 而是一個國家意志的一個行動 體現了國家的意志 體現了全民的意志 這個就大不一樣 所以這個立法程序 它必須要做的 而且我想它的威懾力量 應該是比沒有 當然要更強 關鍵的 當然有法律在那地方 關鍵還是國家的實力 也就是說敢於對任何一國家 對中國所進行的冒犯 採取一個更加嚴厲的措施 這個是非常關鍵 法律是保障 法律是規定 法律是約束 法律是授權 好 下面一段新聞就是 廣州市衛生健康委通報 7號全天再增加了10例 本土確診病例 本輪疫情累計報告 有108例本土感染者 廣州警方在8號通報說 一名確診病例涉嫌 妨害傳染病防治 已經被公安機關 依法刑事拘留 8號的廣州市疫情防控新聞 發布會上 廣州公安局通報 多個近日依法查處的 違反疫情防控相關管理規定的案例 當中包括一名確診病例 因為隱瞞旅居使接觸使 涉嫌妨礙傳染病防治 被公安機關依法刑事拘留 近日新冠肺炎確診患者 祝母家住在潘育區 在5月25號的時候 前往荔灣區白河洞街 探望其父母 他的父母在30號的時候 已經被確定為 新冠肺炎的確診病例 祝母隱瞞 曾經與確診病例接觸 以及到過疫情高發區的事實 引發新冠肺炎傳播嚴重危險 此外警方也通報 有個別人員不依法接受 流行病學調查 不遵守在公共場所佩戴口罩 不配合採集樣本 集中隔離居家隔離期間 不遵守疫情管理措施 最終受到警方的查處 遵守單前的疫情防控措施 既是義務 也是責任 對於編造 傳播 散佈謠言 擾亂公共秩序 拒捕執行甚至阻礙 工作人員執行疫情防控 和控制措施等行為 警方將依法追究其法律責任 當局也是提醒公眾 流行病學調查是疫情防控當中的 重要環節 而根據相關的法律法規 公眾是有法律義務 來配合支持這項工作 向流調人員提供詳細 真實的相關的信息的 也是希望公眾能夠積極地配合 鳳凰衛視 張錫同虎吳芝晨 廣知報道 好 最後請你瀏覽一下 世界其他媒體的 主要的新聞報道 今天的總編輯時間 就到這兒結束了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明天同一個時間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